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一下修行门门 说 此生的长生不衰 完美无趣 与修行来世而在 不能同时 并行不变 他这里 这两者 两全其灭是不可能的事情 意思就是说 今生的一切 我们即生当中的名声 地位 世间法的一切 和世间法一切都完成无趣 这样想 与来世的修行也是同时能抓 并行不变 并行不变 两个都一起行 世间法也是同时行 除世间法 一切同时行 我们有些华智仁波及《前行》当中也讲了吧 有些人说 这个上师很了不起 他把世间法也是搞得非常不错的 出世间法也是搞得很不错的 这个上师是真的很了不起 有这种说法 但实际上这位上师也许是世间法搞得很不错的 这是也很有可能的 但出世间法根本不可能的 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也是为什么要舍弃王位 在整个世界上是没有像释迦牟尼佛那样聪明能感的人 但是他也是没有办法把出世间法两个结合起来搞 因此最后不得不舍弃王宫 原因就是这样的 所以华智仁波及《前行》里面也讲的 这里面也是已经说了 有些人认为今生的世间法也是应该把一遍好好地搞生意 一遍好好地赚钱 一遍好好地修行 我智气就是边搞世间法 边好好地修行上师 你让人家同不同意 同意 同意 你智气的话 世间法你肯定搞得很不错的 因为你的环境各方面还是有很多条件 出世间法的话 从此以后你肯定搞不下去的 这一点没有什么的 所以他这里世间法和出世间法 根本没办法一起搞完的 这是谁也做不到的 犹如一块毛皮 保留于一块 也可以用梳梳的胸帽 他这里梳梳乳的胸帽 在赞文里面都没有的 但意思应该可能这样吧 他这里意思 赞文上面也是比较难懂的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一块胸部的肉 一块胸部的肉 光是一块肉的话 有点不好带 然后在上面把牛皮的一部分 牛皮的一部分留在上面 然后到时候你把拉来拉去的时候 用毛刚才留下来的皮肤来抓着的话就比较方便 这一块 这一坨肉 因为它的皮肤在肉上面有一块 所以你拉来拉去的时候 不用直接手沾着血肉 然后这样拿来的就比较方便 然后一方面你先把所有它的牛皮 全部从头到尾全部剥出来 一块可以生碎的捆皮 捆皮二则也是不可能同时牵到的 意思就是说 一方面就像我们以前 有些古代做皮活童 专门把一个众生的皮肤全部削下来 削下来以后它里面没有图缝的 没有图缝的话它可以做口袋 可以做皮囊 那么另一方面想把皮肤全部完整 另一方面它的胸口部分 给肉上面粘一块皮肤 那这样的话是这个不可能的事情 一方面你把所有的里面还可以撞碎 一个路动也没有的 可以撞碎的一个完整的皮囊 然后一方面的话 刚才胸部的这一块牛肚上面 包括它的毛和皮全部留下一部分 留下一部分的话 那么你一到心里面都是这样想 一方面把皮肤里面好好的渗水 一方面这一块肉拉拉拉去的时候 就比较方便 上面有一块沾有一块皮的话 可以 但是这不可能的 要么把皮肤不完整 你把这一块皮站在胸口上面 或者你站在胸口上面就没办法 还是把皮囊全部完成 只有这两个 除了这个以外 同时获得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不知道是不多 从哪里获得了这样的比喻 这个比喻有时候是有点难懂 但是有时候也是比较新的知识吧 我们很多人可能有些说法上面有点真的 这个比喻是我们怎么想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或者是你不可能有完整的皮囊 或者不可能在刚才胸部的牛肉上面沾有一块皮 这是不可能的 同样的道理 有些人想说我一方面把这个世间法 应该搞得非常非常的圆满 一方面同时一定要修行 不过是现在很多 有些法师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居士问 现在在家有没有成佛的计划 有成佛 很多法子非常慈悲的也回答过 我也回答过 但愿意什么呢 有成佛的是有名义的 并不是你真实能得到解脱的 什么时候有成佛呢 你即生当中积累一点资料 你在家的身份放一点圣念一点主义 然后一直是不堪破禁食 当然有些在家身份 从按照密宗的之后 达成就这种专来讲的话也是有的 但是一般来讲是 不管你是在家出家 就是一定要离开红尘 没有离开红尘 对自己的什么父母亲友 这些一直是团团围绕 然后在这个中间获得成佛的话 不可能的 因此你不管是在家人 不管出家人 一定要前往寂静的地方 寻找千百高僧大德的足迹 然后再寂静修持 没有舍弃自己的家庭和一些生活 真是到在城市里面 一边搞世间法一边修行 这个事还是很困难的 只种下一些善根 这一点是可以的 作为善利的修行人 是不是已经完全都是有成就的机会 也不一定 看看我们心里能不能堪破 心没有堪破的话 实际上身体已经出家了 身体在寂静的地方 但是心还没有堪破的话 还是不能出家的 因此在修行门废当中的话 真的有时候是比较困难 里面的还是 我去年在厦门的时候 专门把修行门废护印一遍 我们那边有一个 可能有十几年的修行人 一个叫王德拉玛 然后我给他福音一份 我说我在大城市里面 也是对这个法生起极大的信心 你老人家在山里长两闭关的 肯定对这法有极大的信心 我就写了一个纸条寄给他 后来我去年夏天的时候见到他 我说你看了没有 开启修行门废怎么样 他说讲得很好 里面都是讲得特别好听 但是一个也是做不到的 就像是一个人在唱歌 旁边在听一样的 一个也做不到 我想他都是已经闭关 可能有十几年 二十年左右了 应该很不错的 做不到的就是指的是我 我好像很以为在城市里面 我看这个是我很了不起 其实还是心里面有一种 也是不舍弃世间八发的一种连途在里面 所以真的有时候 这里面所讲的都是比较难的 也有一些困难的 但是我们先理论上应该通达 哪些是该做的 哪些是不该做的 这个一定要通达 萨迦班智达也是这样讲的 有些人认为今生也圆满不遂 不管是自己的名声也好 地位也好 财财也好 什么都是一点也不受释怀 然而同时他也想获得利乐的这种解脱 但这是非常愚痴的一种想法 想一定要堪破今世修菩提 没有堪破今世的话 今生当中一点也是破不了 这样修菩提根本不能成功的 不斗仁波切也是时常自我清洁道这样说的 他说 俗极百般 福报所成圣 相满所业 来世再获难 现在我们百般福态的这种身体 来世再这样得到的话是非常困难的 然后 都与痛苦大海之暴发 且莫无以控好人情者 人情者指的是乌多伦波切他自己 我们现在获得了这样的人身宝珠 一定要利用起来 不要天天都是以一些琐事来斩断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因此一定要好好地修持 法王甲智霸 甲智霸指的是无诸菩萨 我们现在《入菩萨行论》的诸师坐在 福字行三十七宗的坐着 不是印度的无诸菩萨 藏地的无诸菩萨 他在闭关期间来操拜他的人 来拜见他的人 他是在官方上面这样写的 官方的门外这样写道的 神法与己今世皆 而则无法同时成 若能共成则毕等 自我欺骗无怀业 与我挥舞无他言 期望各则清修善 他在门口上这样写的 他说门口上写了 我《入菩萨传记》里面 把这个用比较一动的话来写的 他这里说是世间法和初世间法 世间法和初世间法同时要成功的话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些人认为 我这个世间法和初世间法 一起能搞得成的话 那么这个人肯定是欺骗自己的 所以这就是我的教言 除了这个以外 你们对我见面的话 我就没有什么其他说的 希望不要打扰我 你们自己到自己家里去修行吧 不要到我这里来 所以无诸菩萨 这是他一辈子当中最深的一个教言 他认为世间法和初世间法不能一起行的 现在很多人就佛法不离世间法 有些特别喜欢世间法的法师 特别喜欢用这句话 当然佛法不离世间法 佛法可以度化众生 可以随身众生 这个意思作为大成就者的话 当然他是随身众生 他可以到各个地方去 然后弘法离生随即说法师 这是可以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佛法不离世间法是可以讲 但是我们一般的初学者来讲的话 还是佛法与世间法有很大的差别 他的方向不相同的 为什么是我们佛教徒经常认为 这些世间人真的太迷惑了 太可怜了 你看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这样的愚笨 然后世间人的人认为是 看我们佛教徒真的这些人很笨的 你看头发的那么好看就全部剑掉 然后真的这些人笨得要命 然后他们对我们有这种看法 所以我们的观点也不同 行为也不同 行持的方向也是不同的 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世间法和初世间法 根本不可能一起行持的 因此无知菩萨也是说 你们来见我的话 你们最好不要把世间法和初世间法 两个告诫一起 要么做一个世间人 要么做一个修行人 修行人有时告世间法的话 那就不庄严 你们好好地修起 你们见到我一百年的话 我们好像闭关教言 可能跟《传经》里面的说法有点不同 他说是见我一百年的话 我没有什么别的教言 你回去还是修这个法 别的我没有什么的 原来《诗尊传经》里面也是说 经常第十天来他面前 我需要给你要不要什么细地 然后没有什么细地 你不要来打扰我 这就是细地 那天有一个浪漫也是到我这里来 看我有没有什么事情做的 我说没有什么事情做的 你经常不要来 这就是我的 给我帮助 两三天他没有来 后来有没有什么事情做的 我要做一下 做什么 自己好好看书 不想看书的话 到处就到哪里去帮助 到这里去帮助也可以 但一方面 自己实在是没有能力的话 帮助别人也可以 但有时候 尤其有时候我特别忙 不要给我很多事情帮助我 要不要把这个地方做一下 这里看牛粉要不要洗一下 不是 牛粉很脏的 他《伯极经》当中 开玩笑 我身边的有些人帮助我的人 我经常骂他们 他们也还是特别好 然后我经常不管我 特别恨我的人 我就经常赞叹他们 这就是我的性格 昨天那个人也是打电话的时候 首先他骂我 我也骂他 然后他骂得更凶了 然后我就没有什么说的了 好好好 拿你骂吧 我们出家人 我们不会生气的 所以对我越好的时候 我就越恨他们 然后对我越不好 我都对他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宝极经》当中这样说的 说是 诸法来源起 诸业意乐上 何者法和愿 江火彼等果 这个教证很多高僧的 有些是《宝极经》里面 有些是《文殊庄严经》当中 但这个教证的来源可能不同的比较多 也这样讲的 凡是我们发言非常重要 一切修行就在意乐上面 看你这个法性方面怎么样 不是你的形象上 行为上 然后《入菩萨经》当中也是说 《佛说一切善根本为行》 《佛说一切善根》全部是依靠心的 他的心结 看心善不善 心善一切都善 心不善一切都不善 如果自己对某种愿望 以往盛情 宣宣再念 最终全无半点数以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某种愿望 特别 尤其是对近世的这种念头 非常非常像的话 那么最后一点出货也是没有的 凡是在朝着地理事业之际 无以瞬间却随便获得了 更为净妙的成果 这种是真杀称反的事迹 是绝不可能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一边操作非常低廉的世界 然后同时在无意当中 让变成很大的过危 比如说我们修大圆满 修大圆满的话 心里面就是自私自利的心 我即生当中一定要获得成就 那么即生成就的目的是什么 我当时可能很快乐 然后我当时可能特别富裕 我一定要获得很快乐的过危 自私自利的心非常 这样做我的解脱的话 根本算不上迷称的 那么这样的心还是很低廉的 然后你想得获得了无上大圆满的 无上普相如来的过危的话 那么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就像是你杀通过盆栈以后 获得了一种犯 这是不可能这个事情一样的 所以我们很多人修行与行为 完全就是不一致的 就像自私自利的心也断不了 坎坡今世的这种心也是生不济来 这样以后 然后你要想获得成就 获得成就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学佛的目的是开田园发财 这些都是我们一定要反对 现在很多人的目的就是这个目的 大多数都是归于佛教就是这个目的 除了这个以外 真正想利益众生而获得解脱的 这是你们可能以后 到了在自己的家乡的时候 本来我们佛教徒非常少 白天的信心一样的 然而佛教徒当中也是 真正能发得来心的人 恐怕真的非常少 你接触这些 包括有些出家人也是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 他的磕磕磕声声当中 就标露出一种无耻的 这个人的相续当中 根本没有处理性 根本没有这个菩提性 菩提性的根本不要不要说 就是坎坡今世里面 他这个所作所谓学佛的目的 什么呢 就是为了眼前的短短的今世 再这样的话 真是不能成功的 所以我们发现 根本从来没有想过 说我要获得佛果 然后为了利益重视获得佛果 从来都是没有这样想过 然后仅仅是 我是一个学佛 今生吃饭穿衣服等等 这样的目的的话 在无严无辜当中 怎么会是佛果从殿上掉下来 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根本得不到 因为我们发现的没有 你没有种种种子的话 这个果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就根本没有的 因此我们每天做任何一个善事 比如说你停课的时候也好 或者是供一个灯 供一个像 或者是每天我们发现的时候 就是我要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要发菩提心 就是每天都是要 最少也是像一次量子 晚上睡眠的时候也是像一子 中午的时候也像一子 最少也是一天像三子的话 这个算是不错的一个修行人 就是因为我们凡夫人是 每时每刻都是 就像三主谣道论里面讲的一样的 就是对时时刻刻都是一直像 这是可能做不到的 但是起码一天的话 也是我现在所做的目的是怎么 就是为了获得佛果 并不是实践的一个名称和财产 这个目的就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这里三中师父 以及三称等等案例 都是建立在意乐与发行的差别上的 就是所有释迦牟尼佛的 八万四千法门所选 最后的案例各种的大称小称等等 就是这些不同的称 我们大称小称米称 米称是我们最殊胜的 但米称最殊胜 虽然他的法很殊胜的 可是我们菩提加勒的人 连小称的资格都是没有的话 真的有点非常不值得的 比如说法再殊胜也是 上师再殊胜也是 你如果信就是没有殊胜的话 那就抬不起来 就是没有办法的 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他的身边的很多阿罗汉的话 他就没有获得佛果 为什么呢 因为释迦牟尼佛当时专门有大乘的法 而且释迦牟尼佛就是三界道士 他应该就是把这些获得精神成果 为什么呢 当时他们有些根基的众生 他就希求阿罗汉的果位 希求自私自利的心 那么这样一来 他就根本没有获得大乘的佛果 原因就是他的法性有害的 因此我们这个法并不是很重要 应该自己的法性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修大圆满的话 大圆满是密法 但是你用阿罗汉的心也没有的话 那么阿罗汉的成果也是得不到的 然后上师虽然是大乘上师 但是上师的加持也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你如果发性非常低劣的话 上师的加持再大也是恐怕没办法向你指引的 因此这些问题大家一定要清楚 在我们佛教当中挑衅非常重要的 所以挑补自己的心也应该有不同的方式来挑衅的 有些根基好一点的应该用大乘的方式来挑衅 天天发心的话这个功德非常大的 所以我前面也再三地讲过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讲修行闷飞的时候 能不能很多人的 以前我们有些闻思修行是不是已经没有搞好 是不是已经自己发心了 各方面都是没有具足很好的条件 如果没有的话 从现在开始能不能稍微改正 我们人生也很短暂的 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自己虽然做不到很多的事情 但是做的一些少少的发心 能不能全部以菩提琴来摄持 也能不能把看着今世的贪念 不能太强大了 没有一点贪执的世间八法 这是我们可能凡夫人是真的做不到的 每天都是有很多分别念 涌现不断 但是还是能不能有些时候对着自己 观察自己的身心 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如果对今生的享乐 然而千尘挂度 行持妄生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出行净力 交之脑紧 如果我们这些修行人为了精神的享受 所有的可以说是所有的这种牵挂 全部用在精神的追求上 那么所有的心全部用在精神上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将把所有自己的力气 心思 甚至脑袋里面的所有液体 全部用完了也是没有很大的意义 真的有些人修行的目的全部变成了精神的 这一点是我们这次看破精神当中 大家应该深深地认识到 再仅仅是获得跟神庙的来世的安乐是不可能的 就是你以为法性就是即生当中的一些快乐嘛 但无缘无故当中不可能是平白无故的佛陀 是个佛果或者是来世的安乐来到你的面前 就是不可能的 有这么可能往向菩提的果位呢 菩提的果都是更不用说了 你从来没有想都没有想过 所以刚来的时候都是很多人说 我也想获得佛果也可能有这样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修行人所谓的法有子 慢慢慢慢已经变性了 原来还是很不错的四方性 但慢慢慢慢地变成远性 最后慢慢变成长方性了 所以修行人变性的过程是非常严重 所以我从自身的角度也真的有一种感觉 自己以前刚来的时候好像上师讲完了以后 就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殊胜的教句 上师讲什么都是自己一定要认认真正地去记住 但现在这样讲的话 上师讲了半天也是这个可能我也多我也听过 对对对 这个还是在这个进步 不过这个地方上师讲错了 这个地方上师是不对的 不应该这样讲的 应该是按照我的观点来讲 所以经常在内心当中生起很多的分别量 为什么昨天前面讲是需要信心的道备 和智慧的这种锋利的宝剑 因为没有这个信心的话 佛陀所说的也是在佛陀身下的三星比举的话 它移植了这么多年 但是后来佛陀所说的所谓就是看着一种谢所 后来对它的相续动作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这个信心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这个信心的话 你这个给你讲的一个老师实际上是一个博士后的话 他所说的也是倒出一些毛病 如果没有信心也不行 没有智慧的话也不能去世 所以我觉得在有些修行人越来越变性了 这一点是非常可惜的 原来这个是好的修行人 现在不好 但有些人可能因缘不同 因为以前刚来的时候他不喜欢看书 行为也不好 然后好像很容易马上要开除 但慢慢慢慢地他就有变性了 我们那个说法有一种叫做 乌鸦的儿子越来越黑 然后老鹰的儿子越来越白 老鹰的儿子刚生下来的时候他是黑的 但是他越来越长大的时候 越来越变成白色了 然后乌鸦的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说是白色的 但乌鸦里面可能是老 大的那个 然后他越来越变成黑的了 所以我们有些修行人刚来的时候都说 哎 这个人可能是个好修行人 再过了两三年慢慢慢慢变性了 信心也没有了 智慧也没有 然后很多行为 戒律各方面慢慢慢慢变性 有些人刚来的时候真的是这个人不能不能他带 不能带下来的话恐怕不行 慢慢慢慢都变成好人了 有些还是一直好人 也有这样的 所以人就像是我们《亲友书》里面讲的芒果 芒果内外成熟 内不成熟 微不成熟 内成熟 外不成熟 有四种情况一样的 修行人也有这样的 但不管怎么样 大家经常观察 不管是你住在山里面 还是城市里面 寺院里面 以后经常观察自己的所作所为 看是不是为了荆杀而希求 荆杀而希求的话 总的来讲不是好修行人 如果不是荆杀就是为了来世的解脱的话 不管是别人说什么 你不好 你这么这么的话 实际上你算是你还四个好的修行人了 因此外面肯定看不出来 外面如果是牦牛的话 这个牦牛比较废一点 这个肯定有一千八百块钱 外面看的话可以 但修行人他在内心当中的发心分的 有些人正是他所作所为的 每天有菩提心来射出的 然后外面看起来也许他的行为不一定很如法的 他就走路 说话 说话的时候 天天都是说这个过失 那个过失 但也许他心里面全部观得一切都是清净的 让说过失 可能是菩提的妙用也不知道 但我想是修行人有时候外面非常难分 内心当中自己知道 自己是不是修行人 我自己知道我是真的 修行人真的不是修行人 这不是我什么说谦虚的 也不是说什么在自己在这里说什么 但有时候自己用这些教言来观察自己的时候 真的自己就非常惭愧 只不过是我在发作上给别人说法 我不是想说我是有这个境界就这样说的 但是这个道理的话 去佛经里面讲得很好 这样的话我虽然不是好的修行人 但是我下面的这些人这样讲的话 会不会有些人都是变成好修行人 就这方面有点怀疑和希望 因此再给大家也是这样 啰啰说说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因此所谓的修行人外面肯定看不出来 外面整天都是国务布施 持戒也是非常清净的 然后整天给别人讲经说法 一天也是不断的 但是实际上内心全部是为了进食的话 这个不是修行人不是好的修行人 所以这个大家应该分析 平时也观察自己的身心 自己所做的什么样子 仅仅是获得了来世的这种过业 是不可能的 要知道包括来世徒生的地狱 都是因为前世的业力和 以及临终式的 太年温暖之类的强烈念头 而是自己实质地狱的熊熊难活等等等重的 就是我们地狱里面的转生的有些众生 当然一方面是他前世的业力还是很重要的 另一方面的话 他当时的发行 他当时觉得是 比如说你转生到烧热地狱的话 这里是有个很温暖的地方 在这里注意一会儿 这个东年 这种气念 有些参众的上司 和有些精通上司 前往前往不能生起意念 同学们 这样的连途对我们来说 来世今世坏坏的无穷无边 那 mystery乳 所以这个原因呢就是这样的 真是一切是遛望解放的 一切都是以谋利的意念 极具众多之业 而是信念主称为现实的 所以我们应当 一不用词的抛弃精神的贪执 这是非常重要 一不用词的 不能让他有机会 必须要断除之类 也就是说 必须要断除精神的贪执 如果我们精神的贪执没有断除的话 要变成一个很好的修行人是不可能的 因此一定要大家尽敬 今天讲到这里 下面大家一起回想功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